国语有生善书 虚元唐善书 在家持戒功德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观音菩萨 南海古佛将 诗曰苍生世世久蒙尘 冠向福明记此身 应孝亭前三持血 初心永远是清纯 圣世无今日降著 在家持戒功德 地念三章 第七戒至戒的因缘 二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杂士 第一卷记载 有一次佛陀住在广檐城 弥猴持侧高阁堂中 当时朱比丘于天刚亮时 直持一波入城离起时 看见许多婆罗们 以三只手指点取白土或白灰 涂抹三化在额头上 因而所有祈求时 都能无往不利 有六众比丘看了之后说 此拳移技巧非常好 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因此日后集一样化葫芦 在额头上涂抹三化白土 再入城起时 当时的社会 民众只要见到婆罗门 就会跪拜 而见到出家比丘时 就行敬礼 不明就礼的人 看见六众比丘就跪拜 六众比丘说 你们这些愚人不懂礼节 难道不知谁应当跪拜 谁应当敬礼吗 民众回答说 圣者 我看你们额头上 有三化白土 误认为是婆罗门 而非比丘 请宽恕我们的无知 后来有其他比丘听闻此事而告知佛陀 佛陀心想 若比丘在额头上涂抹三化白土 会有如上被误解之缺失 事故额头上涂抹三化白土者是愉悦法罪 因此佛陀至界说 比丘不应以白土做三化 但若是比丘生病 医师开除处方需用白土涂身 则不算犯戒 又有一次 佛陀驻在世罗伐城 有六种比丘于天刚亮时 直持一波入城里起时 看见许多婆罗门以牛黄点在额头 因而起时时都能获得丰厚美味的食物 六种比丘看了之后说 此拳移技巧非常好 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因此 日后集一样化葫芦 以牛黄点在额头上 再入城起时 不明就里的人 看见六种比丘就跪拜 六种比丘说 你们这些愚人不懂礼节 难道不知谁应当跪拜 谁应当敬礼吗 民众回答说 圣者 我看你们以牛黄点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误认为是婆罗门而非比丘 请宽恕我们的无知 后来有其他比丘听闻此事而告知佛陀 因此佛陀至界说 比丘不应以牛黄点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但若是比丘生病或生恶疮 医师开除处方需用牛黄涂抹换处 则不算饭戒 又有一次 佛陀仍住在世罗伐城时 有六种比丘身上涂酱香料 进入年少群众之中 对他们说 年轻人 你们闻看看我身上的涂香如何 众人回答说 上座出家人 怎么可以身上涂香呢 六种比丘说 我们可以身上涂香 众人又说 上座出家人 以涂香做世俗人的装饰 岂是合乎身份 六种比丘回答说 不管合不合乎身份 我们今都已做了 众人听完后 不但轻见六种比丘 还对他们厌恶讥讽 后来有其他比丘听闻此事 而告知佛陀 佛陀心想 若比丘身上涂香 会有如上 被误解之缺失 是故比丘不应身着涂香 若有涂香者是愉悦法罪 因此佛陀至界说 比丘不可在身上涂香 若是比丘生病 医师开除处方需用香涂身 则不算犯戒 但不能与众人共作 或为婆罗门 在家居士说法 也不可以进入在家居士屋内 我们一定要持戒 并且修行 持戒可以升天 修行可以了脱生死 若只靠不失而升天 升天后就只享受 不懂修行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间或地狱去 很可惜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与抄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与抄把祖先与堂 有缘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